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行政院卓院長 請卓院長備詢 黃委員好 卓院長好 中午聆聽您的施政報告 我必須要說有些驚訝 因為我還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行政院院長 把考察活動的照片大拼盤 來當成施政報告 我們有延伸後續的政策喔 那當然您提到了 有很多地方我知道你試圖的要回應 年輕人所關心的事情 但對年輕人所非常在意的公平正義 特別是司法正義以及媒體正義 在你的口頭報告當中啊 完全沒有觸及 有觸及的就居住正義的部分啊 想先請教您啊 賴清德總統 在去年的時候 競選總統的期間 大學生問他說 蔡英文總統說 新建設載十二萬戶 真的可以達標嗎 賴總統說 你可以看看 蔡總統任內最後一天 新建跟完成發包的 有沒有十二萬戶 請問有嗎 請問有嗎 報告委員到今年年底的十萬多戶 所以有到十二萬戶嗎 十萬多戶差一萬多 但是您所說的是完成發包 但是動工興建的我們持續在增加當中 所以加起來是多少 現在是十萬多戶 對嘛 所以我的問題很簡單嘛 沒有達標就沒有達標嘛 有各式各樣的理由都沒有關係 行政院都可以去說明 都可以去解釋 好好的繼續努力就好了 不要問過是非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如此清楚的事情 所有的數字 全部都彈出來 全民都來檢驗 我們會用後續的時間把它加強起來 今年一月的時候啊 在你救任行政院院長以前啊 你曾經說 說賴清德沒有涉入立法院院長的選舉 所以未曾指派本人進行任何的工作 我那時候說你公然說謊 沒有 然後你說 我一戰內於事實的指責 然後說你的公信力跟社會的公信力 到底誰的公信力比較高 社會可以公平 所以我再請教你一次啊 你那時候有沒有公然說謊 沒有 沒有公然說謊 那我就覺得非常差異啦 那為什麼 民主進步黨的立院黨團總召 柯建民說 1月14號 就成立了改選小組啊 你是成員之一 是柯建民總召說謊還是你說謊 我們討論事實不見得就是要涉入去影響干涉啊 難道一件事情在這麼重要的國會領袖的選舉上面 黨可以沒有立場嗎 我沒有說黨可以 那你說我幹涉入啊 可以 不可以有立場啊 但是我問的是什麼 你說賴清德沒有涉入立法院院長選舉啊 沒有指派你進行任何工作啊 那奇怪了 柯建民就不是這樣講啊 所以我請教你嘛 是你說謊還是柯建民說謊 那我 趙委員的講法 我請教委員 什麼叫涉入 沒有關係啊 我把所有的事情攤出來啊 什麼內部討論叫涉入啊 你有你的說法 你有你的說法 內部討論叫涉入 你有沒有跟黃珊珊見面 討論立法院院長選舉或是 這是之後的事情 你問我的時候完全沒有這個行為 好 我們繼續啊 再往下看 上一次啊 我請教你啊 黨政軍退出媒體 還是不是民主進步黨的價值 這一直都是應該國內 政治工作者共同追求的民主價值 所以還是不是民進黨的價值 一樣是 是嘛 那民進黨現在有做到黨政軍 退出媒體嗎 我們主要的幾個人在過去 經營媒體的都已經退出了 主持媒體的也 我的問題還是很簡單啊 民進黨 有沒有貫徹 黨政軍退出媒體的價值 主委員長你認為有還是沒有 我們一直在追求這種價值 那當中有些人對跟媒體有關係 在從事公職之後 他都要離開 或者離開公職之後 他才能進入媒體工作 OK好 下一個問題啊 要發 進電視的執照 這是總統的旨意啊 這不是行政院長的旨意啊 不管誰來當行政院院長啊 這個案子都還是要通過的 這個算是有貫徹黨政軍 退出媒體的價值嗎 總統下令 這張執照就是要過的 這個叫黨政軍退出媒體嗎 你說的總統是誰 你說的行政院長又是誰 我說的總統是蔡英文總統 對不起喔 這不是我說的啊 這個是進電視的大股東啊 裴偉說的啊 這是要說的啊 後來公佈了錄音帶以後 他也不敢否認這個錄音帶的真正性啊 這樣叫做有黨政軍退出媒體嗎 請教院長 你應該問問裴偉先生 他是怎麼樣的心情說這個話 這個話是真是假 要不要再經過怎麼樣層層的考驗 好第一個 這句話你就相信 第一個 如果裴偉說的是真的 大家都沒辦法接受嘛 對吧 是的 好 那如果裴偉說的是假的 哇這件事情就嚴重了 我們放任 一個媒體的大亨 在外面假傳總統的旨意耶 這個事情非常的嚴重耶 結果很奇怪喔 裴偉假傳蔡英文總統的旨意 如果真的是假傳的話 整個民進黨政府 一片安靜 沒有人出來譴責裴偉 也沒有人出來說裴偉講的是假的耶 院長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每個人面對事情的發生跟結果 都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那因為這不是當事人 我沒有辦法替某些人回答 至於有沒有都還是一個疑問 現在啦 陪我這樣子說完了以後 我看到民進黨的態度啊 是一片靜悄悄 對於這種假冒總統旨意 在外面招搖撞騙的媒體大亨 一樣關係啊非常的良好 這個就讓大家開始去質疑啊 質疑我們的民進黨政府 在辦案的時候 是不是有選擇性辦案 還是關係好的 後台好的 能拖就拖啊 能混就混 兩年多以前 有人具體的檢舉 告發了裴偉 進電視的弊案 到現在超過兩年多了 很具體的指責喔 高層下令啊 這個案子不准動 承辦檢察官根本不肯 忤逆倡議啊 動都沒有動 還要拖延多久 還要包庇多久 還是依法偵辦中 照我為的標準 我是不設立那個個案的 那是怎麼進行程序上 如果可以的話 部長 這部分是北檢還在偵辦中 那我想我們那個 有實際的偵辦作為嗎 真的有實際的偵辦作為嗎 不會啊 北檢前幾天啊 讓全體國人印象深刻啊 9月9號啊 告發洩密的案子 9月16號 就徵結發新聞稿啊 北檢絕無洩密啊 北檢效率很好啊 怎麼遇到特定的人 有關係的人 敢假傳總統旨意的人 涉及到這樣的弊案 一直拖延 拖了兩年還不夠 部長 你對於這樣子司法偵查的效率 滿不滿意 這個檢察官這個依法偵辦齁 這個 當然是檢察官依法偵辦齁 案件的進行我沒辦法去做過 所以我就請教你吧 因為我也沒辦法接受 沒辦法去指導 但在法務部部長的高度 法務部部長的立場 一個案子 拖延了兩年多 當事人 告發的人 告訴的人 都已經出來指責了 到現在 到現在 還繼續的拖延 繼續的包庇 這樣的效率 部長滿意嗎 作為法務部部長 你總要有態度嗎 我沒有說他一定有罪沒有罪 辦個五年這麼正常 案情有難易 還是要跟鄭文燦的案子一樣 要拖個七年 才算正常 現在我沒有講案件的本身喔 我完全請教的是人民所關心的 司法的效率嘛 司法的效率應該重要吧 這個是行政上面的事項啊 你怎麼做為一個部長 對一個案件拖了兩年多 這樣的效率 你把不滿意都不敢表態 這個案件的一個說證 說證調查 絕對不是行政效率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喔 非常的習慣 遇到了特定的綠色媒體集團 我們民主進步黨 是能拖就拖啊 能混就混啊 我為什麼這樣說 這個就牽涉到啊 有一個被違法任命為代理主委啊 的翁伯仲 當初在進電視的弊案裡面 人家是指證立立啊 說他洩密 通風報信 當綠媒的小弟 把NCC裡面審議應該秘密的事項 不斷的跟裴委通風報信 人家 把證據都拿出來啦 然後簡訊 我們的翁伯仲當初是怎麼回答的 來看一下 他說齁 如果連刑事的真正性都帶沈酌 就沒有辦法確定 沒有具體試證 刑事的真正性沒有問題啊 這些簡訊我全部看過啊 全部都是真的啊 委員我需要請翁代主委來說明嗎 不好意思喔 翁伯仲先生 沒有立場上被巡台啊 他沒有立場上被巡台 這是我的立場啊 我現在的問題一樣啊 這個泄密案還要拖多久 有的案子 北檢可以出來 九天爭結 查無不法 絕對沒有泄密 欸奇怪囉 遇到了跟民進黨政府關係特別好的媒體集團 這麼簡單的泄密 拖了兩年多 爭結了嗎 有爭辦嗎 還要拖多久 還要拖多久 請問還要拖多久 有一句話我想我現在說出來 你心裡跟我感覺是一樣的 我們都應該認為無罪推定吧 對 所以咧 所以我請 我現在沒有說他有罪沒罪 我只問你 偵辦多久了 偵結了嗎 不起訴處分錯了嗎 我連效率性的問題都不能問喔 為什麼人民痛恨權貴司法 這就是理由啦 我有說錯嗎 讓大家瞠目結舌的事情喔 謙怒必愛 事情還沒有解決的人 繼續 被提名當NCC的委員 來請教一下 我們的卓院長 翁伯中 有擔任NCC委員的資格嗎 來公委員報告 我是基於讓 行政院的機關能夠 這運運作正常 請回答問題 翁伯中有沒有當NCC委員的資格 我現在是依法請他 所以他有沒有當NCC委員的資格 目前有 他目前有 什麼時候會沒有 如果 大院的人士審查同意之後 他不去被同意 那他就沒有 對不起耶 現在我不是在講審查過沒有過的問題 現在我在講的是 刑事的積極要件跟消極要件 他有沒有具備符合 現在法定的積極要件跟消極要件 這個問題有這麼難理解嗎 依法 請他代理主委他就有這個資格 來我具體的問啊 你什麼時候要公告施行NCC組織法 我的理由是因為我要讓 沒有我現在的問題是你什麼時候要公告施行 只要他能夠正常的運作不影響這個機關 我們今天已經提案了嘛 提一個主決議了嘛 這個主決議現在 進入協商冷凍期一個月嘛 過了一個月以後 本院決議 要求行政院立即施行 針對立法院這樣的主決議 院長你會抗拒 還是會尊重國會的決議 我會請求在這一個月當中 大院趕快進行人事同意權 人事同意權喔 上次我在這邊質詢你的時候 我問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這個人你背不背書啊 這個人你背不背書啊 你拖延了多久才回答這個問題啊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看 你們的算盤是什麼 按照你的邏輯 兩個嘛 第一個 我們立法院通過 立法院通過 翁伯中就成為正式的主委 立法院否決了 按照我們現在行政院的態度 他就會繼續當代理主委嘛 所以不管我們的立法院 接下來審查NCC的人事同意權 我不管是贊成翁伯中 還是反對翁伯中 最後的結論竟然都一樣耶 都是翁伯中擔任NCC的主委 報告委員 你是那種預言式的質詢喔 沒有啊沒有預言式的質詢嗎 答案不會只有這兩種啦 那請問還有什麼選擇來 請教院長 沒有啊 我不敢欠約啊 立法院只有yes or no啊 我要不要就贊成 要不要就否決 怎麼會有第三種選擇 之後行政院才會有行政院 應該應應的對方式啊 所以 當立法院否決了以後 當立法院否決了以後 那不就翁伯中跟現在一樣 繼續當代理主委嗎 如果立法院否決一個行政機關 讓他正常的運作的話 那我必須尋求更多的救濟 否則政府的政府會推動不下去啊 我剛剛你說你要尋求更多的救濟 那是你行政院的自己的立場啊 但你說我這邊整理的不對 對不起啊 我沒有辦法接受啊 我們不管是同意還是不同意 最後出任的 不是都是翁伯中嗎 對你們來講 算盤就是一樣嘛 立法院你否決否決你的 我行政院 我絕對不公告施行NCC的組織法 就法繼續當嘛 萬年的NCC代理主委嘛 踐踏中華民國的民主法 知道這種程度嗎 報告委委我只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 就是讓機關正常運作 第二個 謹速通過人事的同意權 再第三個 就是我會依法行政 很簡單的三個 來 談到依法行政喔 我想請教一下 我發函給NCC 請求他說明 NCC的政府主委 特別費用到哪裡去了 NCC的政府主委 特別費用到哪裡去 這是人民的名子名高 院長立法委員不能問嗎 可以問嗎 國會議員了解這個 我想首長可以 就該回答的部分要清楚的回答 那但是他就不回答 你可以繼續問 我繼續問 所以院長你現在是要指示NCC 要回答嗎 你可以請他上來回答 我只有一個基本的立場 行政院院長對各部會首長的特別費 立法委員能不能監督 對不起我沒聽清楚最後兩個字 行政院院長的立場 對於行政院 各個部會首長的特別費 錢花到哪裡去了 立法委員能不能問能不能監督 依法可以 依法可以嘛 但我們的NCC很大 NCC非常的大 都一樣 都一樣 拒絕說明啊 拒絕提供資料啊 怎麼會一樣 完全不一樣啊 他應該回答的部分 泰然拒絕啊 他應該回答的部分 我希望齁 我希望齁 NCC所有的官員 今天聽到我們行政院院長表態了喔 立法委員可以問喔 可以監督喔 我為什麼會去監督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接到檢舉 我接到什麼樣的檢舉啊 來我先請教一下 我們的院長 按照我們目前行政院啊 的官徵 按照我們目前行政院的官徵啊 官員送禮 可以找業者買單嗎 官員送禮 用官員的名義送禮 可以用業者買單嗎 就請找商人來買單啊 這個 官員本身受受禮物 都有一定的標準 我說送禮啦 我是說 官員本身受受禮物 都有一定的標準 何況是用自己的名義再送出去 我想這個行為將來要避免 是避免還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送禮 譬如說我卓榮他要送禮 結果我去找一個財團的大賀買單 可以做這樣的事嗎 買單就是他花錢幫你送禮嘛 那難免就會有很多瓜田裡下 只有難免瓜田裡下喔 我是用語比較含蓄 就不可以這樣子做 這個態度有這麼困難嗎 不可以這樣做 這個態度有這麼困難嗎院長 我剛剛說過 官員收受禮物 有一定的標準 不能收受禮物 或許現在有一些什麼樣的標準 我就現在就不是在講 收受禮物的問題 這個問題有這麼困難嗎 你送禮 你要花你自己的錢 他是很大筆嗎 我都沒有意見 是很大筆嗎 你要送禮的時候 你找別人來買單 找別人來出錢 這個在行政院的觀真裡可以嗎 這麼簡單 這麼明確的問題 這樣的行為 就不被允許 這樣的行為 不被允許嘛 好來我今天公開檢舉喔 法務部部長請聽好 這個是 但是 有名有姓 NCC的內部檢舉 奇怪 我們的翁伯中過年贈送 高價的海鮮 這海鮮盒裡面有附收據 我收據都貼出來了 我收據的桶邊一去查 竟然是一個廣電媒體公司耶 NCC的副主委送禮 廣電媒體公司買單 這樣對嗎 部長 要不要查 這個是 依照那個公務員 廉政令規範的事情 來做一個規範 如果說沒有職務商業的關係的話 他這部分的話是 若有變換是以三千元底下為憲 上面收據寫得很清楚 四萬億阿 我發票都貼出來了阿 我還捅邊特別去找耶 我捅邊特別去找 我想說其他公司也就算了 廣電媒體公司幹這種事 廣電媒體公司的主管機關是誰 是不是NCC 是不是 謝謝委員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但是今天如果委員不願意 讓翁代理主委來這裡答覆的話 我會請部長 請部長進幾棟了解的 沒有關係啦 歐伯中他自己 接下來進入連政程序 到檢調程序 他要怎麼講 他有什麼解釋 我都尊重 我都尊重 我只有問一件事嘛 這件事該不該查 這邊我們再請那個通常會 我們再請那個政風單位來了解 請政風單位了解嘛 好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兩位啊 民主進部黨提名 民主進部黨支持 除了NCC委員 那兩位 在新聞傳播學界啊 受到非常多的學者 跟學子敬重的兩位學者 一個是林立雲委員 一個是王維京委員 這兩位啊 以前 都是我在推動媒體改革的時候啊 的好戰友 他們進去NCC當委員的時候 我不會因為過去的情誼而放水 該監督的監督 該說的話我還是要說 結果這兩位委員卸任了以後啊 發表了一個 坑腔有力啊 沉痛的文章啊 他說什麼 他說台灣正媒共生的集團 透過政治與媒體影響力 除了藉土地開發牟利 也介入政治甚至政府領域 包括人事個案跟政策 讓媒體成為政治部門的 輿論宣傳工具 不公正的新聞報導及節目 導致台灣新聞頻道的社會信任度 長期世界排名倒數 是台灣民主的另外一個危機啊 我讀了 心有氣吸煙啊 院長 贊不贊成這樣的描述 首先我會感謝兩位委員在任內 對通傳會業務上的努力 但是我會更希望他們這段話 是在他們任期當中 在正式的場合公開的時候 在裡面基於職權講的話 那麼會對整個體制的改善 會更有幫忙 你說的沒錯啊 我也贊成啊 你可以說他們勇氣不足啊 沒有 我沒有接受 當官的時候不敢講嘛 卸任的時候才講嘛 有很多評論都是這樣 我都尊重 但 我對他們兩位的評價是 下來的時候願意講實話 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我對你請教的問題是 他們這樣子的描述 你贊不贊成 這是不是你所觀察到的 台灣媒體的現象 這種這樣的描述 字面上大家看得懂 但是我必須更深入了解所值的 談的是何事 是什麼人 我們才能夠做進一步的判斷 所以你不知道他在談誰喔 這樣看我是不知道 你這樣看你不知道喔 其實我就跟院長報告 最少在談的就是三立啊 最少在談的就是三立啊 我在國會電台啊 我看不出來他有這樣的意思 公開講 對你看不出來嘛 但我看得出來 很多人都看得出來啊 佐龍泰院長看不出來 今天全體國人都知道了 我們的行政院院長 對於兩位NCC委員 這樣的指責 他是看不出來在談什麼 但我看得出來 或許我們角度不同 但是如果我們都同時 看清楚這一件事情的話 我們處理的方式會一樣的 好來看一下 他們講的啊 有道理沒有道理 就要具體的看嘛 對不對 一個特定的媒體集團 在民進黨裡面 有沒有派系 有沒有政治影響力 有沒有介入實際的政治事務 媒體上面討論了很多啊 但我喜歡談具體的 我們更具體的來看 他說 台灣正媒共生集團 還藉由土地開發牟利 這個事情就嚴重了 所以我們下一步來看 好人啊 有個普希牧場 那個普希牧場啊 是一個非常神奇的所在 為什麼我說是一個非常神奇的所在 衛權集團 持有普希牧場二十幾年 不斷的申請都市計畫變更 不斷的申請 不要再停留在農業區了 他們要開發 要油氣 要休閒 結果二十幾年喔 從來沒準過 從來沒準過 但我為什麼說這件事情很神奇 神奇的事情發生的是 當他 2018年年底的時候 2018年年底的時候 賣給了三立集團 院長你知不知道 2018年年底賣給三立集團 我們的內政部啊 什麼時候準了 都市計畫變更 請問委員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準的 好來 我把歷程都寫得很清楚 什麼時候準的 2018年年底準 2019年 1月 桃園市政府 18年年底才買 19年桃園市政府 幫他把四部計畫都做好了 19年5月的時候 我們的內政部就準了 從地方到中央 一路開綠燈 一條龍啊 快速服務啊 大家看的是瞠目結舌啊 衛權搞了二十幾年 沒有辦法變 一賣給三立 一個月之內 我們周文燦所領導的桃園市政府 太有效率了 一個月喔 馬上幫他提西部計畫 五個月以後 我們的內政部就準啦 院長 神不神奇 夠不夠力 差別待遇在哪裡 解釋給大家聽嘛 神不神奇 夠不夠力嘛 兩位委員所講的 正媒集團 有政治影響力 還開發土地牟利 講的有沒有道理 來請教院長 報告我真的不知道這個過程 沒關係啊 你要問內政部還是要問三... 一片靜悄悄啊 媒體不敢報 官員不敢說 那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民主法治 怎麼幫特定的正媒集團啊 服務成這個樣子啊 非常的驚訝 但我現在來講 先說到中央法規的部分 好來 中央法規的部分齁 大家都要問 威權搞了27年沒辦法過 三立取得了以後 光束過關 那我就實事求是啊 我馬上去敗賭啊 三立啊 當初是提出什麼樣神奇的計畫 是 哇桃園市政府 內政部 一路過關斬將 結果我看了 他說哇 原來這個三立影城啊 跟我們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是有關係啊 因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桃園市政府 為了要配合我們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我們的文化部啊 火速就讓它過啦 但我看完了以後 我就只有一個問題啊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跟三立集團的三立影城有什麼關係 院長你知道有什麼關係嗎 前瞻基礎建設是由各地方 用競爭型的方式來提出地方的各項的建設 所以一定要經過地方政府 做很多的審核 那這個進來預算的整個規模之後 就會 以預算的程序來進行 來來 我再跟院長報告 聽你剛解釋的過程 你顯然不是很了解 沒有關係啦 我當然不了解這個 院長事務很繁忙嘛 沒關係 我幫院長都查好了 我就去看了 我們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文化生活圈建設計畫 我從頭看到尾啊 就沒有一個三立影城啊 我找不到啊 我完全找不到啊 那我陷入了迷惘 我們的桃園市政府 是從哪裡看到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有一個普希牧場 從農業區 要變更成產業遊樂區 這麼重要的土地計畫的變更 從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而來 但我實際去看 卻完全沒有 但從農業區 變更成產業專用區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 光速通過了以後 院長 你知不知道 這個地皮漲了多少錢啊 請委員民事 好來 2018年喔 三立是一坪三萬八嘛 一坪三萬八就熟了嘛 牧場嘛 農業區嘛 怎麼會值錢 但是喔 區位變更了以後 我們的鄭文燦市長啊 加上我們的中央啊 地方中央一路一條龍的服務以後啊 我最近二零二四年四月 周邊的土地就看了實價登錄啊 一坪十幾萬耶 一坪十幾萬耶 院長 有好談嗎 我了解委員的用心 你是希望地方首長 不要涉入任何的土地開發 這個用心我清楚了 我好談 我好談